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混血叛徒都去死一死 咳咳咳咳 没错 她就是死死人中战力最强大的女巫 也是最忠诚追随弗蒂姆的贝拉雷斯爪 之前做过死死人战力最强的头号大将影片 曾经简介过贝拉 但篇幅不多 这集会比较完整的聊她 包含她的家族跟亲属背景 怎么可以对弗蒂姆这么死忠 我为什么超讨厌天堂星跟小仙女动师 还真的干掉他们 她的疯狂是真的还是演出来的 真的是空有战斗力缺乏脑袋吗 相信看完这支影片 会解答大家关于贝拉的不少问题 正片开始前 帮自己的新节目推广一下 如果您想更了解阿秋五 现在跟英雄说书拉瑞 合开了一个新的Podcast节目 名称是说书人下班后 会闲聊一些当做我们觉得有趣的生活话题 讲讲干话 讨拍取暖 互酸互呛 你在说书频道听不到的 这档节目都听得到哦 例如我们聊过 当Youtube说出节目的幕后秘星 席兰呛古阿姆谁有理 整星救得了流量吗 等等 每个礼拜五都会更新一集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到各大Podcast平台收听哦 贝拉雷斯壮 1959年出生于布莱克家族 很多人不清楚 以为贝拉是怪兽前传 发源于法国的雷斯壮家族 其实雷斯壮这个姓 是她嫁给道夫雷斯壮之后才改的 也就是说她的本名是贝拉布莱克 台湾有闪亮三姐妹 布莱克家也有魔法三姐妹 贝拉是大姐 二姐是后来被家族除名的美代东师 小仙女东师的妈妈 三妹就是拽哥的妈妈水仙马粪 没有错 他们都跟天囊星一样 是布莱克家族的成员 贝拉的父母分别是天儿星布莱克三世 跟朱拉罗希尔 而贝拉的老爸天儿星 跟天囊星的老妈瓦伯家是兄妹 这边就会有人问 欧美社会的孩子主要也是从父亲 为什么天囊星会跟妈妈的姓呢 答案是 因为他妈嫁给了自己的堂弟 猎户星布莱克 题外话 从贝拉来看 因为跟天囊星的关系是来自爸爸那边的 所以天囊星是贝拉的堂弟无物 不过从天囊星的角度来看 其实跟贝拉的亲属关系 是妈妈那边比爸爸更近 应该要叫贝拉表姐 不过以从父亲的直观角度来看 会觉得姓布莱克 那应该是跟爸爸那边有关系 属堂亲 加上英文中 无论表弟堂弟 表姐堂姐 都是用cousin来称呼 虽小说翻成中文会说 美代是天囊星最喜欢的堂姐 也不能够完全说错 但其实叫表姐会更准确一点 巫师世界的家族观念影响深远 尤其是神圣二十八姓 很像中国古代的世家大族 或欧洲中世纪的封建贵族 非常重视门当户对 与血脉的传承 家族也往往有家规家序这种东西 来提醒子弟们自己的身份不同于一般人 布莱克家族的座右铭 或是说族语是来自法文 意思是永远纯洁 反映了他们对于血统纯洁的坚定信念 身为家族的一员 贝拉当然也是从小被关书 这种纯种至上的精英主义 任何把族语加规当成放屁 试图亲近非纯种 甚至是与麻种或麻瓜交好的人 都是不尊重家族的叛徒 得被除名 当然 这样的家族信念 让贝拉就读霍格华之时 毫无意外进入史莱哲林学院 外加尔文 从前有个又帅又强 又是学霸的学长 心生向往于爱慕 毕业后 当然就加入了死死人组织 继续贯彻纯种至上的家族信念 虽然他爱慕的是大他25岁的瑞斗哥 但他知道瑞斗哥不会爱他 所以最后嫁给了 同样活跃在组织里的道夫雷斯状 改从夫姓 渐渐成为我们印象中 为了佛蒂摩可以赴汤到火的邪恶黑女巫 对了 哈利波特故事里 很多人物姓氏不同的人物 彼此都有姻亲 甚至是血亲关系 则是因为魔法世界中 纯种家族 严姻的情况很常见 甚至也有近亲结婚的 很多人不知道 就连魏斯里家也跟拽哥马分有远亲关系 佛蒂摩创建死死人组织 不过是便于号召与利用 跟他有相同理念的巫师 并没有真的想让组织 变得多有规章秩序的大榜派 他清楚死死人中 不可能全部都喜欢他 或全部都真心认同他的理念 不重要 反正他谁也不完全相信嘛 这也让他对于办事有功 看起来真心服从他的部下特别重视 当成自己的左右手 像是老佛自己点名过 最忠诚的小巴提科罗奇 贝拉当然也是 不然就不会把他最宝贵的东西 托贝拉保管 哪些死死人 不是真心想帮佛蒂摩的呢 之前聊过的马分家族就是以利 鲁修斯就不是真心要帮助黑魔王 甚至在佛蒂摩第一次垮台后 他居然向魔法部说 他是被逼迫的 免去了牢狱之灾 跟爽快认罪的贝拉 还有小科罗奇形成强烈对比 究竟鲁修斯心里在想什么 可以复习那支影片 这也凸显了 贝拉跟很多只是来混饭吃 或是畏惧黑魔王才加入的死死人的不同 贝拉跟小巴提科罗奇就是同类的 他们都是打从心里 认同纯种至上的理论 也愿意把自己全心全意奉献给黑魔王 成就他的伟大事业 黑魔王通常只会把重要的任务 交给这种人 诶?奇怪 史内普明明是双面间谍 不算贝拉跟小科罗奇这种 无条件信任老佛的 为什么黑魔王 还是愿意把重要任务交给他呢? 这就是史内普强大的地方了 未来可以了解 谈谈黑魔王对于史内普的信任关系 不过就算同样忠于黑魔王 贝拉也跟小巴提科罗奇有点不一样 或者是单纯把佛帝摩当成 无敌的偶像崇拜 而贝拉除了崇拜 更混杂了男女情爱的迷恋要素 对 贝拉是真的爱佛帝摩 想跟他生小孩的那种爱 这点也反映在后传舞台剧 《被诅咒的孩子》里 反派魔王叠飞的声势 就设定成贝拉跟佛帝摩的结晶 理论上这也是最有可能的一种发展 不然能触及佛帝摩核心圈子的女性 还会有谁 贝拉就是最合理的选项啦 恩不理居的影片中我有提到 罗琳自己有说 恩不理居跟贝拉的本质差不多 都会因为折磨他人而真心感到快乐 相当残忍暴力 只是恩不理居用理性跟他的职位来卫装 贝拉喜怒情于色 就给人感觉很疯狂 换句话说 她的疯狂是真的疯 不是演出来的 补充一下 她的疯狂会看人 不是无条件无差别的风 对自己人就比较理性冷静 例如说贝拉跟水仙的感情非常要好 会叫妹妹仙仙 因为水仙跟她一样 本来是信奉纯种至上的观念 也跟她一样 嫁给了有权有势的马愤家族 真心为妹妹感到骄傲 有时候也会替妹妹感到担心 显现出好姐姐的一面 当然水仙是真的爱赌修斯 跟贝拉不爱道夫还是有差的 所以第六部 她协同水仙 去仿杀街找史内普求助的时候 面对贝拉怪罪她老公 水仙非常不爽 当然 两姐妹也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 比方说 贝拉三番两次强调 宅哥应该为 佛地魔交给她的任务而感到骄傲 这是极高的荣誉 如果她有儿子 罢不得牺牲他们去为黑魔王效忠 这表示什么 表示对贝拉来说 纯种至上的理念就是大义 而要贯彻这理念的佛地魔 就是真理般的存在 黑魔王面前 任何人事物都是次要的 可以被舍弃的 包含她自己 由于她是真心认为 为佛地魔牺牲是光荣的 所以看似不管宅哥死活的话 其实是带有安慰妹妹的意思在的 能为黑魔王崇高理念而死的人也没几个嘛 这大概是人一生中最棒的死法的 你们当父母的应该要开心才对啊 但在没有那么狂热信仰黑魔王 跟当事人的眼中 就是白目不会看脸色啊 只能说贝拉就是不能理解 也不同意友人 把友谊男女或儿女私情 放在崇高的理念前面 即便是写亲 只要不守足语家规 不坚定信奉黑魔王纯种至上理念的人 在她眼中都是可以被消灭的敌人 那么对于贝拉为什么痛恨天堂星 大家应该就很能理解了吧 主因就是天堂星是纯种叛徒 身为布莱克家族最后一代的继承人 她不认同家族对于纯种优越的观念 进入霍格华之后被分到葛莱芬多 而不是史莱泽林 也打破了家族的传统 面对家人的不满与指责 正值叛逆席的天堂星毫不在意 她甚至用横黏咒 把葛莱芬多布条 身穿比基尼的麻瓜女孩照片 摩托车照片 跟自己还有朋友的合照 黏在墙上用来激怒父母 而对于贝拉跟水仙两个堂姐 分别跟纯种望族联姻 她也表现得非常不屑 处处展现自己 亲近麻瓜跟麻种的价值观 更离家出走 所以就在16岁被家族除名了 除名也没有让贝拉对于堂弟的气效 甚至天堂星后来加入凤凰会 跟自己的主人对干 这种彻头彻尾的叛徒行为 让贝拉对于天堂星只有痛恨 欲除之而后快 因此第五部尾声的神命部门之战 天堂星大意被她击杀后 贝拉的反应是得意的尖叫 因为她不只除掉了家族的叛徒 更除掉了黑魔王眼中丁 凤凰会的一名大将 AKA黑魔王死敌 哈利波特在世上的最亲教父 天堂星只是堂弟 没有那么亲也可以理解嘛 但不认美代这个亲妹妹 就让人觉得她很冷酷无情了 美代是贝拉的大妹 是最亲的同辈 理论上应该跟对水仙一样 很关心她 然而美代也犯了家族大忌 嫁给泰德这个麻瓜出身 肮脏 不配成为巫师的巫师 不要说贝拉了 整个布莱克家族 都不能接受美代的行为 想当然 美代就被家族除名 她也跟大妹的关系决裂 美代跟泰德后来生了一个女儿 就是我们熟知的小仙女东师 贝拉竟然跟大妹决裂 对于她跟马总所生下来的 张上加张的外甥女 当然也很嫌悟 复习一下 小仙女什么学院毕业的 赫夫帕夫 毕业后成了什么职业 巫师世界的重案追戏主成员 郑气师 诶 她还是最会抓死死人的 风眼目的的弟子哦 也加入了凤凰会 对抗佛帝摩 贝拉可以说 有千百种理由厌恶这个外甥女 所以当佛帝摩交代贝拉 要清理门户时 她是抱持一种羞愧抱歉 并乐于执行的态度 最终在霍格华斯大战 杀害了小仙女 有人会问 怎么有人可以这么像 萧伯或泼妇啊 贝拉是真的疯狂吗 毕竟有些人习惯用装疯 来掩饰自己的理智 跟真实想法嘛 坦白说 贝拉是真的没有眼 她是真的crazy 真心且极端的信奉佛帝摩那套 纯种精英主义 当你把某个信念当成是 神圣且不可侵犯的真理后 就会觉得世上没有什么人事物 是不能牺牲跟舍弃的人 任何东西都不能跟真理抵触 这种人就好像宗教狂热的信徒嘛 对教主言听计从 甚至为了教主犯罪都觉得没什么 天塌下来 都有教主帮大家扛着啊 贝拉看待佛帝摩就是这种心态 男女知情的爱慕 加上超级偶像般的崇拜 让她用近乎疯狂似的喜悦 完成黑魔王交付给她的任务 JK罗琳把贝拉跟恩布里去拿来比 不是没道理的 代表罗琳心中的贝拉 也是会发自内心 因为虐待他人而感到快乐的心理变态 再加上心中只有佛帝摩跟纯种优越论 对待敌人就更加冷血残暴 什么挑衅啊 嘲讽啊 挖苦羞辱样样来 心态上就是 蛤? 索命咒一发人就死了 也太贫你这些人了吧 应该要用酷刑咒慢慢折磨 而且看他们痛苦扭曲 囚牢哀好的样子 真的是太有趣 太好玩了 这样玩才过瘾嘛 奈威的父母就是这样被贝拉等人 虐待到发疯的 为什么? 因为黑魔王离奇消失 绝对跟凤凰会有关嘛 尤其专门抓黑巫师的正气师 肯定知道些什么 就抓来言行拷问到整个人废掉 有没有 只要是对佛帝摩不利的任何事 或像哈利诋毁佛帝摩等等 他就会因为主观情感的加成 更加歇斯底里 而他奉行纯种优越论 鄙视非纯种巫师 也到了一种疯狂的情绪 贝拉自己透露 他的黑名单中 马种的下面就是纯血统叛徒 所以不只骂妙利 龌龊的马种 还用酷刑皱折磨 外加用小刀 在妙利手腕刻出马种两个字 是不是跟恩不理居很像啊 饰演贝拉的海伦娜又说 他认为贝拉病得很重 他在监狱里面待得太久了 而且入狱前他就已经有问题了 没有错 在他被抓进阿兹卡班之前 就已经可以轻松把人虐到发疯 加上14年在牢里 不停受吹狂魔折磨 肯定也消磨了他的精神力 加上得知心爱的教主复活 更让他确信一直以来他坚信的信念没有错 黑魔王是对的 除掉任何不配学习魔法的 不纯洁的巫师是必要的 在这些因素混合下 他变得比坐牢之前更加病态疯狂 不过爱归爱 他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跟佛蒂摩的看法一致 虽然有部分是出于私心 嫉妒其他人 可能比他更受佛蒂摩的重视 但不同于佛蒂摩相信史内普的忠诚 贝拉一直很不相信他 所以第六部跟水仙去找他 史内普答应水仙 可以为了拽割力下不破事实 他震惊到下巴都快要掉下来 这是不是代表贝拉其实很聪明 老早就发现史内普有问题呢 话当然不能这样讲 生活中大家已经都听过 某些被精心设计过的谜题 聪明人不一定解得开 因为谜题设计 就是专门用来对付聪明人的 反而思维单纯 没有想那么多的人 解开谜题的机会可能更高一点 那你能因为这样 就说解不开谜题的聪明人 比靠直觉或意外解开谜题的普通人更笨吗 不能吧 史内普的双面间谍策略就是这样 他跟邓布利多的思维 都是在对付佛帝摩这种 聪明绝顶又疑心操纵的人 才可能预判黑魔王的预判 然而贝拉就不是那种会做复杂思维的人 有时候反而能够更直观的察觉到 事有蹊跷 故事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 贝拉的脑袋没有很灵光 简单来说就是不聪明 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第六部小说 仿杀街那个苍结 可以看得出史内普跟贝拉的聪明程度是不同等级 贝拉会针对很多险恶意见的矛盾提出质疑 例如问史内普 黑魔王是事实 他人在哪里 为什么没有跟着一起被关 还躲在霍格华兹里面过爽爽 是不是跟老邓串通好要窝离法 当黑魔王复出时 为什么他没有立刻回来 自己跟其他人都在承受风险 出生入死 为什么他却一次又一次不在场 史内普的回答几乎都让贝拉感觉自己被打脸 他不是不懂史内普的正当理由 只是一口气咽不下去 仿佛吞下去 就是承认自己在黑魔王心中的地位 没有史内普那么重要 一个全心全意奉献给黑魔王 还迷恋他的女人 绝对不可能轻易接受这样的事实 但他只是不聪明 不代表真的笨 不然他就针对史内普的话 就问黑魔王就好 这代表他心里有底 只是看不惯自己在苦 爽得那个人 还能跟他一样深受主人的信任 至于要说脑袋不灵光的地方就很多了 他很容易把自己的真实想法 透露给别人 比方说上一段跟史内普吵架时 一气之下他说出 黑魔王把他最宝贵的东西都托我保管 虽然佛蒂姆没让贝拉知道 托他保管的东西其实是分灵体 但这么重要的东西 弗蒂姆不可能没吩咐贝拉 不能对任何人讲 可他就是会因为情绪一来 气不过 想要证明自己也得宠 不打自招 泄露出重要的秘密 当他在马粪庄园拷问妙力时 也害怕金杯被投 无意间把金库还有其他重要东西的资讯 洩漏出去 本来哈利他们还正愁不知道下一个分离体在哪里 突然间就被贝拉给点醒了 所以才会有人说贝拉很蠢 佛蒂姆看中她的忠诚 但大概也没想到这个女人会蠢成这样 另外神秘部门之战 贝拉也是完全不懂效率两个字怎么写 面对六个未成年巫师 讲了一堆废话 可以速战速决 却自己拖到凤凰会的成员加入战局 甚至抢水晶球时 还几度想用召唤咒 还得鲁修斯提醒 这样可能会摔破水晶球 做事相当不用大脑的一个人 真要我说 贝拉就是一个形式草率鲁莽 讲话常常不经大脑的人 并不是真的笨 她有精明跟直觉锐利的时候 也会玩一些小计谋来对付敌人 只不过一旦牵扯到佛帝摩 或是种族有关的事 她就容易让情绪左右自己 变得疯癫狂暴 如果谈到她对佛帝摩的爱 那就更凸显她的病态了 明明知道佛帝摩根本不爱她 以前 现在 未来都不会爱 她还是无条件 不求回报的爱到天荒地了 在所有人面前 永远是一副 傲慢 不可理喻的样子 十足千金大小姐的姿态 然而在佛帝摩身边 却卑微到 甘愿做牛做马 干脏活 也毫无怨言 以死为荣的程度 这就是贝拉雷斯壮 一个深爱黑魔王 永远忠诚为了她 为了纯种至上理念 蔑视一切 疯狂起来 连命都敢不要的 最邪恶黑女巫 如果想听我聊更多哈利波特的故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想更了解我这个人 也可以到Podcast平台 搜寻 说书人下班后这个节目哦 我是阿秋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